大家好 那早上匆匆 沒有太多時間好好講一下網站 所以今天就不要簡報了 直接看網站 那在講之前的時候 我還是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 國會大陸民主黨計劃 事實上是在去年二月的時候 也就是距今剛好一年以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開始在 VDD上開始爭論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一個想法 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當今天如果一旦 我們要去辨別一個立委豪壞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標準 沒有什麼辦法去講他 所以我們往往 我們都知道很多 當時甚至還沒有 張慶忠30秒事件 那時候很多人大家都在講說 我們今天想要去了解一個立委的時候 我要透過什麼資訊去了解他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說 那時候我們大概有什麼樣的工具 我們有的工具是 比如說那時候甚至 我們還沒有多少 的國務雙 那時候我們擁有的工具是 可能是 公都盟的評鑑資料 公都盟每一屆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會寫的時候 會做一個評鑑資料 可是那個評鑑資料 呈現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他會告訴你 OK 這個立委他出席過幾次 然後 質詢率如何 可是從那個東西 你們都看得出來 這個立法委員在裡面 到底是如何的嗎 看不出來 因為出席這件事情是可以造假的 在熟悉立法院 在這邊熟悉立法院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 他們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人根本沒有到 或是只是晃一下 簽個名就算是出席了 所以這樣子能夠來顯示 這個立委 出席很多就代表他很好嗎 沒有辦法 再來 到後來有 像那個立委投票指南 可是立委投票指南 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我們看到是 每一個立委他會做的事情是 看到他今天在哪一個政策當中 投票表決了 通過了什麼 或是他投哪一個方面票 可是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特別是30秒事件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 基本上 特定政黨 比如說國民黨 基本上根本就黨紀投票 你也不要去看誰的 反正情況都一樣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立委 到底他做過什麼事情 說過什麼話 到底有什麼差別 似乎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後來很快的發現 到一件事情 我們缺乏了一樣東西 缺乏了一樣東西 可以直接看到這個立委 他曾經說過什麼 做過什麼 當我們今天要投票的時候 甚至我今天沒有一個 標準的入口網站 我甚至必須去Google 我Google的時候 我可能Google 運氣好 我Google到公督網的資料 或者是立委投票室 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今天Google的時候 有些立委 甚至是默默無名 他在立法院當中 當作他什麼事情都沒出現過 默默的四年過完之後 該領的加班費 該領的出席費 他都沒有掃領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做過什麼事 然後接下來四年完了 特別是很多不分居立委 都是這樣 所以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判斷這個立委 最後我們就想 我們也許可以透過號召志工 不起來做這件事 所以當時我們號召的方式 其實是非常土法煉鋼的 我們去找一些人 專門去看IBOD當中的紀錄 然後再來去找一些人 不會剪影片的 把IBOD當中的紀錄 我們透過Google Doc的方式 早有覺得 做影片的人覺得有趣的 就把它剪一段出來 剪一段影片丟出來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不會料理你們 過去這一年以來的志工 我們累積生成了 大概將近 80支左右的影片 IBOD的影片 然後大概有400折的文字 質詢之紀錄 但是我們來不及全部 都轉成影片 所以我們嘗試的 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 不會再有 你只要加入國會料理 還有兵團的志工 只要你知道這個網站 你透過這裡頭 這個網站本身就是一個 巨大的協作平台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想要上傳的東西 直接丟上吧 上傳方式非常簡單 我們直接看登錄 按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你可以用FB 或Google的方式登錄 或是直接用E-mail 在那個加入兵團那邊 按註冊之後 登錄 那假設我們今天登錄 因為這邊 已經可以 我為什麼是IDW 我為什麼很有趣 所以成功登錄了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看 回報立委資訊那邊 回報立委資訊 回報這邊 我們目前有三種回報的方式 第一個回報影片的方式 你點一下 你會發現 你回報方式很簡單 你就直接按照 你要回報的立委 然後你的標題稍微打一下 你的影片來源 來自於立法院IVOD 然後出處是什麼 時間手拉出來 然後影片的大致的 那個 然後上傳在YouTube就可以了 影片連結給在這邊 我們就會把它自動mudge 到那個立委的名下 所以直接看那個立委 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了 好 除了上傳影片之外 也可以是其他的新聞影片 為什麼會有其他新聞影片 這件事情還是為了 今天的主角設立的 蔡正元先生 他在立法院 根本就不太去出席 也不太去講話 所以你找IVOD 我們之前有很多志工 覺得非常痛苦 我很想看 蔡正元真的看不到 因為沒有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 最後的結果是 只能選擇 可是他不在立法院發言 他卻都在什麼 他都在新聞平台上面 他都在新聞上面發言很多 所以我們 為了他創設了 就是你也可以上傳新聞影片 或者是 往上 我們看 你也可以是 你也可以是 回報的部分 按壓回報 回報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回報新聞資訊 回報新聞資訊 回報新聞資訊 OK 一樣 我很笨 我都不會 但我至少可以聽 然後打 IVOD的文資紀錄 我一樣可以匯整進來 所以最後 我們直接看 找立委 當你做完這三個之後 找立委那邊 我們直接看 你就可以看到 某些立委 這麼多 我們現在非常 界面可能不是很好看 我們也在想 怎麼樣提升他 所以也希望 這邊的大神們 幫我們一起如何去 提升這個 UI的界面 這個一般的巡邏 其實不太清楚 我的地方的立委是誰 可是我可能知道 我住在哪裡 我可能住在港湖區 台北市 那個內湖南港區 然後我就可以找那個 台北市 然後再找內湖南港區 點下去 也許一層一層層層 直接告訴我那個立委是誰 然後所以我們往下 哪裡會看到 目前有的資料 有的人是只有質詢數 有的人有影片 有的有新聞 然後像 剛剛我們今天秀的 再往下也會看到 要拆證員之類的 或是隨便選一個 就你就隨便選一個 看起來開心的 點進去 好 所以這看到找立委的部分 這裡可以看到 你有可以看新聞紀錄 看直權紀錄 看影片紀錄 就讓他三個分類 然後那邊的話 是有他的影片 右上角是影片 左下角可以看到新聞紀錄 這個界面怎麼樣 呈現會更美 也希望大家一起 幫我們一起想 好 好 只剩一分鐘 最後 我們要說 總而言之 這個平台 我們希望呈現的事情 目前我們嘗試 陸續把資料翻上去 可是希望大家 一起來幫忙 同時我們剛剛 現在也跟 餡品廚房的朋友 談過 然後也希望可以找到 立委投票指南的朋友 也許把資料一起 整拼過來 我們也跟公眾網友 談過 也許未來在立委的這邊 分類 可以多一個位置 就是公眾網評鑑資料 或者是 立委投票指南的資料 所以你只要 我們嘗試做一件事情 就是 甚至有些民眾 他可能 四年 每一次選舉 四年的時候 他就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關心國家大事 可以關心我要投票給誰 但我們至少可以透過 我們大家一起累積這個東西 降低那個 他參與政治 了解政治的門檻 四年十分鐘 看一下他選區的立委 看一下到時候分類 再找立委那邊 也許做個分類 做部分區的分類 他也可以知道 國際黨的分區的立委 民進黨的分區的立委 如何 然後就可以直接去決定 所以他要不要投給那個政黨 或是 要不要投給現在這個立委 所以 我們想要徵求 請各位朋友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使用者介面如何改善 還有就是 有沒有怎麼樣更快的去輸入這些 這些IBO的方式 像包含IBOD下載 其實如何產生一個更新鳴的 也需要大家 城市的大神們一起來幫忙 所以以上 謝謝